我们说色字头上一把刀 在台南市这是一起抢案 那么一名抢匪穿着鱼衣 戴着口罩要抢劫槟榔滩 他假装买饮料 却拿出预藏的美工刀 收刮了现金两千元 还割破了女店员的手指头 没有想到这还不肯罢休 这名嫌犯呢 且拿到手了 竟然贪图槟榔西施的美色 想要抢吻槟榔西施 坚持期画面中下大雨的夜晚 一名男子穿白色鱼衣 戴口罩到槟榔滩 假装要买饮料 接着趁槟榔西施转身 立刻走进来关上门 拿出预藏的美工刀 原来是预谋抢劫 洋装要买饮料 然后等这个被害人 这个转身拿饮料出来的时候 他就吃预产的一把美工刀 抵住被害人了 抢匪用刀逼槟榔西施到柜台 拿走两千元现金 还不慎割破西施的手指 离谱了在后面 抢匪钱都到手了 要离开之前竟然脱下口罩 说让我亲一下 就往槟榔西施的脸上凑过去 抢匪钱都要离开的时候 要拉下口罩 然后对着被害人讲说 让我亲一下 那被害人就觉得非常愤怒 就生气 就从这个桌上 拿取他的那个槟榔刀 让这个兴一犯 自己也吓了一跳 抢匪肩穿短裙的槟榔西施 本来不敢轻举妄动 也看到抢匪想占平衣 立刻气得拿起桌上的槟榔刀反击 抢匪当场落荒而逃 零钱掉了一地 拉扯过程中 手指头也被这个歹徒 拿美光刀划伤 被害人就将 嫌犯的车辆车帕马 系下来 差点被占平衣的西施 事后想起来还是很生气 事情发生在台南市 永康一件冰榔摊 警方循现逮捕抢匪 发现他因为长期失业 才会抢冰榔摊 只是抢了钱 又想占平衣轻一下 但他包天的离谱状况 连警方也是头一次遇见 专期文章才能报道